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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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占比15%以上 所以说一个小的原材料就影响了整个汽车链的整个供应 我们现在在供应上出现问题的话 在北伦凌峰工业园 这家模具企业正面临更大的挑战 企业生产汽车电控箱体的每个模价 都从昆山一家企业定制 而且车厂指定进口钢材按需生产 仓库里连库存都没有 而作为吉利大众等20多家整车厂的供应商 今年前2月 随着产业回暖 企业一季度订单量增长34.6% 但眼下 近四成订单已无法生产 里面的东西做好了 外面的框架却没有 就没有办法进行装配 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延期 这是我们的客户 是我们的终端的整车厂 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从原器件到汽车无据 产业链上两家企业 遭遇的是全产业链共同的难题 一季度 售新能源汽车 产销高速增长310%以上拉动 全省归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11.8% 在产业链集聚的宁波市 这项增速高达17.1% 但进入三月 随着长春 上海 苏州等地 陆续因疫情停工 单月增加值比一至二月 回落6.2个百分点 四月以来 下滑趋势更明显 尤其像我们的汽车产业 因为它本身产业链非常地长 那如果说涉及到 其中某个零部件断供的话 可能影响到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据经信部门调研 目前 位于宁波 杭州前塘区 台州 平湖等省内主要整车厂 都不同程度停产 严重的停产期已超两周 为了疏通读点 我省已连续出台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等八个专项政策 畅通物流 稳练畅练 在前湾新区长三角 重点物资宁波重转站 一辆从上海出发 满载着空气导流板总乘的货车 经过消沙和静置后 被引导至中转仓库卸货 保贡仓位于新区汽车零部件企业集聚中心 从选址到搭建 当地仅用两天时间 启用九天来 客户已覆盖江浙户 以及福建湖南等地 六小时把仓库的限制选出来 四十八小时把这个仓库给造成功 各部门都是说实话 真的是以充的速度 与此同时 宁波还快速上线工业企业 稳练保链一点通 按企业提交的供应链难题 全力开展跨地区跨省市协调 在生龙集团 企业负责人拿出了不久前市经信局 专门向苏州 上海等地发出的协调函 通过紧急协调运输力量 企业拿到了急需的电磁阀 我们在昨天和前天 已经陆续收到了 他们紧急调用发运过来的零部件 基本上也可以开展 大概七到十天的一个连续的生产 在金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当地的企业服务队 针对企业急需的模价产品 排摸出了这份合格共方名录 并从中找到了一家 使用同款进口钢材的企业 也是做这个模具钢的 跟它这个基本上是很相近的 所以我就跟它说 我说你要么那边物流不好走 你干脆就找我们这边的 详细对接刚才各项指标后 企业负责人兴奋地表示 双方最快三天就能签订合作协议 对他们的一些供料 我们基本上做到毛料24小时 不阶段 您现在是不是稍微中了一个 是的 是的 也是帮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大忙 不只是汽车产业 眼下面临上下有停工停产 物流阻断等不利因素 我省将启动制造业稳静提制行动 聚焦产业链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 建立白名单动态管理机制 实施一起一速求一协调 并启动跨省市协调机制等 全力疏通产业链梗组 浙江台报道 今天上午 省长王浩走访省能源集团 物产中大集团 并分别与两家企业的班子成员 进行座谈交流 重点围绕二季度经济稳增长 调研省属国有企业运行情况 和能源保工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 重要论述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坚持稳自当头稳中求进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突出稳禁体制 除险保安 塑造变革 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 做大做强 做轻做优 为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 高幸夫参加调研 王浩充分肯定省能源集团 为全省经济发展大局 特别是能源保工做出的贡献 他指出 今年一季度 全省实现了经济开门稳 开门好 二季度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 稳增长的任务更加繁重艰巨 对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 希望省能源集团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绷进能源安全这根弦 扛起责任担当 坚定主则主业 千方百计 稳生产 拓渠道 全力做好能源保工工作 要扩投资 增动能 积极参与国家大型油气储能项目建设 深入谋划一批省内能源生产重大项目 加快走出去步伐 树立长远市场眼光 布局发展新能源 要调结构 强创新 推进抽水蓄能 海上风电 光伏发电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助力优化全省能源供给结构 要抓改革 添活力 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 用改革的思维 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重质量 严管理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王浩充分肯定物产中大集团 在全省国企方镇中的重要地位作用 和取得的成绩 他说 物产中大是全省国企方镇的龙头 物产中大的发展史 也是一部改革史 创新史 当前面对新形势新变化 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因因嘱托 抓住发展机遇 把握市场大势 准确实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以变应变 持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做出更大贡献 要聚焦核心竞争力提升 进一步做强做优 一体两亿发展战略 既要稳一体 深耕智慧供应链集成服务主业 当好供应链产业链练主 又要强两亿 做强做优 高端制造和金融服务板块 朝大而强 富而美方向迈进 要加强改革创新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深化改革攻坚 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健全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充分激发国有企业发展的动力活力 要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严控金融经营风险 安全生产风险 慎重如实做好疫情防控 确保健康发展 行稳致远 浙江台报道 省委副书记黄建发 今天在浙江农林大学和杭州市 临安区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共同富裕和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为主攻方向 切实发挥教育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的基础性 先导性作用 着力加强农村农民发展能力建设 奋力开创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新局面 黄建发首先来到浙江农林大学 走进国家木制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政治副教授育种实验室 乡村振兴计时馆等 希望充分发挥学校的人才科技与学科优势 着力培养知农爱农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提升青年学子助力三农的实践能力 品格素质三农情怀 要深化校地融合 产教融合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加快科研成果开发和转化 努力解决种植资源等卡脖子问题 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要鼓励科研工作者 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 写在群众心坎上 想方设法提升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 帮助他们用最新最好的技术 种出致富的果实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 通过政策倾斜金融支持 职称评定等举措 保护好激发好乡土人才振兴乡村 助力共富的积极性 为推动农村共同富裕 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在临安区玲珑城校和风月农业公司 黄建发走进田间地头 仔细询问新农人创新创业 农民致富能力提升等情况 他说农村是年轻人创业成长的沃土 我们要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 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 千方百计把农产品的品质提上去 成本降下来 吸引更多年轻人才投身乡村 要不断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做强做优农业全产业链 让农业有竞争力 让农民有钱赚 使农村好玩 农业有趣的观念深入人心 调研期间 黄建发还来到天目山镇月亮桥村 和太湖园镇公共服务中心 了解当地特色农业发展 深化农村改革 数字农业建设等工作 嘱托当地切实做好粮食安全工作 确保丰收时节 能够迎来喜看道书千重浪的美好图景 要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切实打响打好农业双强行动攻坚战 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全力保障农民收入 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和认同感 浙江台报道 昨天到今天 杭州 渠州 离水等地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各地迅速严格落实风险管控 全力阻断疫情传播 这里是位于杭州市上城区 九宝街道的四季青福茂城 这里所有的商业综合体 已经全部关门歇业 昨晚杭州上城区九宝街道 报告新增三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 当地第一时间调整三区范围 划定全域为防范区 农贸市场超市以外的经营性场所 全部暂停营业 街道工作人员组队 进入人流量较大的四季青福茂城 协调经营户 一小时内16家专业市场 全部暂停营业 我街道组建了10个网格的 这个管控力量 保证在我们的这个防范区里 第一时间静下来 昨天 渝航区两主和人和街道 分别发现一例新冠肺炎 无症状感染者 两个街道启动开展连续三天 全域核酸检测 临平区乔思街道 上城区彭埔街道 也将全域划定为防范区 并开展全原核酸检测 彭埔街道建龙社区 有5500多名居民 流动人口超过三分之二 社区干部和志愿者 驻守检测现场 快速推进采样工作 看到人员如果说 今天少下去了或多了 我及时的更新 减少聚集 然后提高效率 昨天到今天 离水云河县报告新增 三名无症状感染者 当地于今天11点 启动新冠肺炎疫情 二级应急响应 开展区域核酸筛查 已完成近10万人采样工作 此外 渠州江山市 柯城区 以及京华义乌市 也报告新增了 多例阳性感染者 各地迅速开展区域 核酸检测工作 义乌14个镇街 均设置了上百个核酸检测点 我们整个湘东辖区 有将近400个点 我们的表格里头 把每个点位 具体点位在哪里 包括我们点位里头 医生具体是随对接 全流程都进行了一个优化 今天零时起 海宁全市所设三区 全部解除管控 恢复常态化疫情防控 继续做好守小门这个工作 及时地进行消杀跟清理 为居民继续做好 服务这块工作 浙江台报道 杭州拱树区启动二级响应以来 各个社区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 在菜马社区 为了保障居民的生活所需 志愿者们组成了八支服务队 各司其职提供精准服务 打开记者的蹲点报道 新鲜蔬菜 牛奶 然后调料 鸡蛋啊 米啊这些 上午十点半 杭州拱树区菜马社区望兰府小区门口 专门为独居老人配送的物资 刚刚到货 八支小分队逐一清点 迅速送往各楼洞 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疫情发生后 小区里有一幢楼被划为分控区 其余七幢楼划为管控区 1300多人实施足不出户的管控措施 为了保障大家的生活所需 小区里每天要帮着居民转送上千份物资 但社区里的社工却只有七个人 但是我们就在党员群里发起了一个活动 结果一下子也是接近20个党员 参与了支持志愿者的报名活动 党员志愿者们又发动身边的热心居民 加入志愿队伍 服务团队一下子大了起来 大家在小区门口并排摆放了八张工作桌 分别对应八状楼 八支服务队各就各位 小区是26个党员带领34个居民 组成一个政治团队 然后把我们小区的八状 作为一个八块责任田 让大家各自分包 刚从桌上拿走物资的杨琪 是菜马经合社的员工 因为懂英语 他主动承担起了服务外国居民的任务 在他手机里 有一个名为菜马family的微信群 他每天在里面专门收集 外国居民的物资需求 跟杨琪一样 志愿者们根据自己的职业和特长 服务居民 这两天志愿者们了解到 居民对新鲜蔬菜的需求特别大 经常跟超市农贸市场打交道的王磊 立马联系各个供应商 协商给小区居民 推出不同价位的蔬菜套餐 这几天 八张工作桌背后的志愿者队伍 还在不断壮大 分批分时服务居民 我们把一些有用的物资 送到他们手上 让他们可以更平稳地度过疫情期间 他们是一支零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 他们的各方面应酬还是比较规范的 比较有次序的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也服务好小区的居民 浙江台报道 今天 省欧美同学会浙商总会 联合举办了首场 科学家加企业家 同心共赴圆桌会议 门绕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 助力共同富裕的主题 企业家结合企业发展前景 和科技支撑需求 与科学家们在产业布局 发展方向等方面 进行了建设性对接 共赴圆桌会议 是我省统一战线建言县策的新尝试 今后将定期举办 促进高端科研成果 转化应用 浙江台报道 记者今天从相关会议上获悉 五省正式启动生态环境科技帮扶工作 将湖州加兴台州三个社区市 以及里水浸云温州龙港等 11个县市区设立为第一批 省生态环境科技帮扶注点 各地将与浙江大学 中国环科院等高校科研单位 开展合作 重点解决碳达峰与碳中和 农业面园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问题 接下来 我省还将推出一试一测注点跟踪 一阵议员科技特派员制度等模式 力争到2025年 推动300名以上专家赴一线开展工作 浙江台报道 今晚21点30分 浙江卫视电视理论节目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16季 数字化改革看这里播出第二集 节目邀请到电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 移动微法院 这里人才管家等获得省改革突破奖的典型应用设计者 和各界专家 向100位云观众分享数字化改革背后的故事 共同探讨如何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 激发经济竞争力和全社会活力 光有了数据还不够 我们还要让数据动起来算起来 反正是一个场所还是一项服务 其实呢 来了都是客 在人才服务上应当有更大的开放度 节目还将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等多个网络和移动端平台同步直播 浙江台报道 今天无声举行第二十二场关爱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科学防疫专场直播活动 医院专家围绕肝胆健康知识进行了专题讲解 并视频连线了位于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波兰等地的这级侨胞和留学生代表 为他们答疑解惑 浙江省2022年普通高校专生本考试将于5月14日举行 为减少人员流动 因实习等原因 在省内跨社区市的异地考生可以实行就地借考 所有考生需在今明两天登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重新确认考试地 近日科技部公布新一批149家国家级孵化器备案名单 里水绿谷信息产业员 盛州市科技创业中心等14家浙江孵化器入选 至此我省已有109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进入国次号备案名单 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今天第四届双频网购节浙江专厂在建德启动 各大电商平台上线浙货精品 网络名品开展多种形式的促销 明天期至5月12号 各大电商平台还将面向建德市民 发放超百万元的消费券 感谢收看浙江新闻联播 再见